基隆朝進公園入口處的平浪橋邊坡 發生大規模土石崩塌 公路局公布崩塌點3D建模圖 土石從山頂大面積往下崩落 原本翠綠的山坡變成光秃秃一片 公路局表示 目前預測搶修進度要到10號完成 最快11號才能恢復雙向通行 交通部長李夢彥指出 0403地震後 公路局都有定期巡視邊坡 表面看起來都正常 但這次C級邊坡會攤方 主要是地震加上連日豪雨 才會造成深層的土石鬆動 公路總局包括鐵路局 都能夠在一個月內 針對C級的邊坡 是不是有類似的狀況 再做一個診斷跟檢查點 李夢彥強調將會針對外觀狀況 看起來良好的邊坡 做進一步的全面檢視 希望能夠及早發現 是否有崩塌風險 提升又怒人的安全